founder 展為不罪 哈嘍 早安 我今天早上想要分享一個 昨天看的非常荒唐的電影 真是荒唐 叫克鲁小丑的摇滚坏生活 这个应该是那个网飞他们自己 就是原创制作的那个长片这样子 然后他当然是描写那个 就是那个合唱团叫克鲁小丑 那其实在看这个电影之前 我并不知道这个团体 那看起来他们是相当的有名 然后就是也卖作成就是以前那个唱片的销售也是相当好 说有卖了八千万张 但是就是其实我自己以前在大概十八十九二十岁左右的时候 我是那个重金属的重度喜爱者 这应该会让很多人吓一跳 就熊叔叔居然喜欢重金属 而且我那时候听重金属 就是都是把那个声音开到最大 就是用那个随声听 就是那个 cassette 就是那个录音带的那个随声听 然后带耳机 然后就放到最大声放到十这样子 可是我那时候听着听着就觉得说 好像自己被隔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 然后心里得到一种某一种平静 因为那个重金属音乐大部分都很吵 然后很吵 所以就是反而变成好像是另外一个境界 就是有别于你所处的这个环境之外 又像一个保护城一样 把你围起来 然后其实你自己本身在其中 所以我每次在听那个重金属音乐的时候 反而会觉得内心感到无比的平静 是无比的平静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方法不错 这样子就是可以暂时隔离一些东西 好那回到这个电影 这个克鲁小丑 他们当然就是一个摇滚乐团 然后我觉得基本上就是我们印象中的摇滚乐团 会干的事他们都有 然后就是吸毒 然后嗑药 然后玩女人 然后乱七八糟的生活 还有团圆跟团圆之间 就是互玩对方的女朋友或老婆这样子 然后就是他们的生活 就是糜烂到一个无以复加 就是各式各样的乱这样子 那那个他的经纪人就有讲说 他带过什么Kiss乐团 然后带过什么乐团什么乐团 然后都是非常大的乐团 可是他从来没有看过 比克鲁小丑这个乐团更夸张离谱 一天到晚在闹事的程度这样子 那我觉得基本上就这个电影能够被拍成 是因为后来现在目前的这四位的主要的团员 他们写了一本跟电影同名的这个自传的小说这样子 然后就是可能对于投资者来讲是一个还蛮值得拍的奇观电影 譬如说他们有一场戏在泳池 在泳池边 然后他们认识了一个另外一个和尚团的那个一个人 然后就是就光着屁股 然后那个肛门就夹了一张钞票 然后就是对饭店里面其他的那个客人 就是非常的不礼貌 然后就拖屁股 然后叫他拿那个他屁股上面夹的那个美钞这样子 然后那走着走着就走到泳池边然后就尿尿 就直接掏出来因为他没有穿内裤嘛 他就直接掏出他的脑袋 然后在那边尿尿这样子 然后尿了以后不打紧啊 他居然趴下来舔自己的尿 哈哈哈哈 好然后就是旁边都是人 然后也是大白天 他等于是刚宿醉 然后就是醒来 或者一场那个可能那个多劈啪这样子 然后就跑来跟这个客鲁小丑他们 应该是同样在巡回演唱遇到的 然后客鲁小丑里面的其中一个成员呢 就也学他有样学样 然后就掏出他的老二就在那边尿 就他也要学他 他也要学这个前辈就趴下来舔这个尿 就没想到那个前辈把他推开来 用力的去舔这个客鲁小丑的 其中一个成员的尿这样子 然后全部人就 可是其实怎么讲 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 只是让我们看到就是他们多荒唐多离谱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还蛮负面的 就是当然有人可能会羡慕这样的生活 然后就觉得说这个就是不忘青春 或者是什么 什么什么要把握现在 或是过自己的生活 可是其实每一个成员 大概四个成员里面 大概有将近快三个吧 三四个他们其实都有一些 不为人知的家庭一些不美满的过去 可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还是根性的问题 就是每一个人的根性还是会影响到 就自己是别人就是对不起你或怎么样 或是你的父母怎么样的 但是你不能但是你不能把这个东西当成你离谱的这个乖章的行为行径的一个借口 那当然就是对外国人来讲他们很多就是小时候受到的一些暴力 或者是被继父打 或者是什么连刷个牙都被都被都被甩耳光 然后什么不顺那个父母的意思就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也有这样的情节就是父母等到母亲等到那个他成名之后又跑回来找他 然后其实里面有一些人他们就是因为要独立出来 所以就是也就是把父母给的名字就是就是把他完全舍弃掉自己取一个名字之类的 那我觉得这个电影就尽管如果说你继续拍下去 然后拍到后面就是这些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因果报应的话 我觉得观众看了会不会比较平衡一点 而且会比较觉得比较有趣吧 就是每一个人死的多惨 当然里面也有一些成员就是曾经过去的成员就死掉 然后再补进来的也有 然后里面当然就是有一些就有一个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 就是里面其中一个成员他就是已经已经死掉 然后连那个媒体都在报道说他因为怎么样怎么样 过度嗑药或是干嘛什么 然后已经死了或什么的之类的这样子的的报道的时候 结果就是刚好遇到那个救护人员是他的就是克鲁小丑合唱团的粉丝 然后就拿了两支那个急救的药就往他心脏就给他擦下去 然后他当场就立刻坐起来 然后就打电话给其他的人说他没死这样 反正就是很漫画 然后这个电影就是有人讲说是国中生的生活这样 可是我觉得基本上国中生不会不可能过这种生活 这种性爱弥难然后喝酒嗑药什么 我觉得不是应该是说中二 就是非常非常的夸张 但是我觉得更夸张是什么这个电影的后面 他居然啊就是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被擦心脏的那个就是突然就是觉醒 然后就改过向善 后面是变成像传教节目吗 也不是啊 反正就是他们就是一个一个就是变好 然后也因为拆火的关系 因为里面那个那个主唱啊就是有他们自己的问问对方说那你玩过几个女人什么 他是不是说你说你指的是昨天晚上吗 所以你就知道他们多离谱 反正这个电影我觉得 就是就电影表现来讲本身其实没有什么太 除了那些夸张离谱的那些情节之外 其实本身是算是平铺直序的拍 然后所以也没什么特点 那我特别就是再去看了这个所谓的克鲁小丑的音乐 我发现就是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太传世之作 然后那种音乐就是听了就是 就是重金属里面来讲的话 他也算是那种听过既望的 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他的化妆啊 然后他的那些表现啊 就是非常的标准的摇滚乐团 或者是重金属摇滚乐团这样子的风格 可是其实基本上我觉得没有太多让人就是特殊的印象 然后其实一直到他们就是中间有分分合合 然后到后来就是就是宛如这个突然的觉醒这样子 然后就变成比较正常的生活的团体 可是我觉得那样子就变得没意思啊 因为我们要看的是不是你们变好啊 是因为你们你们应该有某一些就是 就是如果相较于前面所做的事情的话 我觉得总是在结局上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要来一个更大的大翻转或什么的 那变好这个这个不是跟正名的 你们以前姐姐姐都穿回北七吗 就是把自己搞得不成人形 然后再就变回人这样子 那这算什么 就是会觉得我看了什么这样子 就是你们这些疯子 你们这些神经病 然后再加上那个音乐 其实是真的没什么 就是他们的歌就是很吵很闹 然后那个主唱的声音非常的尖锐 很像女生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没有很喜欢 就是你如果说比起那个Pink 4E的 或是Loverboy 或者是其他一些 我早期以前听的80年代的那个团体的话 他们是1981年成立的嘛 就是稍微有点比较后面 可是我觉得总是会觉得他copy了一些 其他他们前辈的感觉的东西 虽然也许他们卖得好 然后我觉得如果说他们出名 要以他自己的离谱的行为去出名的话 我觉得那目的是有达到 可是就是就一部电影来讲 就是拍一个可能没有传世之作 然后也没有讲不到说一个特别的 太经典或传奇的东西 然后硬要拍成一个的电影 那我觉得就是那个目的性 或者是那个整个看起来就会觉得 这就是没什么这样子 那为什么还要分享 因为我觉得看了以后就是觉得 加龙笑而已这样 这些神经病 他们一个一个真的每个都疯了 然后我觉得重点是什么 就是他们没有死掉 所以他们才能够把这些东西留下来 可是这个电影也跟他们的音乐 跟他们的这个团体一样 我觉得以后慢慢慢慢就会被人家忘记 真的 就是只是留一个记录而已 好那我也是一样留一个记录而已 好慢慢 我很会 我跟这些人都会说 我们会在第一步